时间设日、密、古三国时事 外务步骤请允行 市年、末派员 冲驻广州等处领事官 巡右派领事分驻上海、福州、厦门 市 批至1489 年末因防疫禁止华人前往 梁晨宇交涉、选持境 末定立中 国际东方诸国移民入境章城六条 比共遵守 三十年、梁晨赴 末兜帝国书、开办史书分馆 末义派史成立华来华帝国书、丙 幺晋建、请颁给末总统祭其国各执政大臣保兴、许之 三十一 年、末前总统由国民工举续任六年、末治国书、由其国驻京工 使乌海木成帝 寻由外务部拟赴国书 四年、末开万国的礼会 请中国派员入会、许之 刚果在亚非利加州刚果河左右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、浅期 使臣于世尔来华、请定和好通商之约、许之 先是光绪十一年、十一月、刚果国外部大臣伊特沃召会中国、为、奉命冲外部 大臣、原与中国开通往来、欲有交涉事件、必当妥善办理 上 望贵王大臣推陈相待、以敦目义 致是乃定简明条约二条 一、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、凡在身家、财产与审案之权、其如 何待遇各国者、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、议定中国名人 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域居住 凡一切动产不动产 皆可购买职业、并可更亦业主 至行传、经商、公益各事、其 呆华民与呆最忧国之名人相同 各大臣纤维轻笔画压、盖用官 防、以招姓首 再关注 cannot be made possible ? 最患在不止 至今ore点 самом 。